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的話呢 因為我剛剛的動作只有 第一個RND 有沒有 往下填滿 那它就會產生一個新的號碼之後的話 再貼回去 貼回去只有值嘛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這個地方就可以 重新讓它再跑一次對不對 跑一次 跑一次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呢 就會 會有一個變動 會有一個變動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這個練習 這個練習 當然其實這個地方呢 我是有重新再把它設計過 比如說 它這個有點瑣碎 比如說再用函數來做的話 你會發現 怎麼這麼多步驟啊 好麻煩喔 那最後呢我有改寫 我下個禮拜跟各位講說 如果改寫成簡單一點 比如說用那個VBA的方法來寫的話 會很簡單 一個頁面就可以按下去它自動會產生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 那比如說我按開講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記下來 因為每次你的 比如說你點的 你如果可以統計下來 比如說你可能按了多少次 才中獎一次 按了多少次才中獎一次 那有沒有辦法把 你按的這個動作 結果記下來 記下來之後往下跑 那這個立法要怎麼做 才會有意義嘛 不然你一直按 沒有記下來 沒有辦法統計 那也等於是沒有太大的意義了 所以這地方的話我想 今天大概先把 這個大樂透 這個函數版先講一下 那下一次的話呢 會再跟各位做一個 這個其他的部分的介紹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嗎 好嗎 好嗎